各位觀眾,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突然死亡事件 有報導指湖南當局的文件說,港人和內地維權人士要求徹查事件,等同搞第二次六四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批評湖南當局毫無悔意和沒有誠意徹查事件 又認為當局不能非法禁錮李旺陽的家屬和維權人士 內地維權網說,湖南少陽市各單位近日傳達一個上級的內部文件 指社會上有人妙作李旺陽死亡案,進行第二次六四 當局要堅決制止和打擊 維權網說當局近日在全省加強打壓維權和民主人士 很多人相繼下落不明 維權人士提出組織民眾到少陽為官,要求當局釋放維權人士 立法會討論政府提出押後表決十幾項包括民生的議案 令立法會可以優先處理政府架構重組的決議案 政務司司長林瑞倫說,由於政府架構重組的決議案時間上有緊迫性 所以要求立法會先處理,希望議員支持 不過,泛民主派議員反對政府為架構重組打尖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說,立法會裁委會未通過重組方案的撥款 立法會大會就要處理重組決議案是不合邏輯 獨立議員鄭家庫說,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因為自己的面子和方便 要求立法會打毛球,比起立法會主席曾六成展報更可惡 公民黨湯家驊說,有關安排輕易繞過立法會的程序 是極之不尊重立法會的做法 由此當局希望在七一前通過重組議案 只是為了後任行政長官的面子問題 不過,工聯會的王國興反而說 因為泛民議員早前拉布,才令立法會積存多項議程未處理 就算今天開始討論架構重組,都未必可以在七一前完成處理 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港鐵在星期日加價之後 一共有六百個車程的八達通票價 佔港鐵約四萬個車程組合的不足百分之二 處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邱成武孫免答覆議員時表示 港鐵調整票價的時候,八達通票價是以一毫為單位 而單程票的票價是以五毫為單位 由於調整單位不同,部分單程車票在調整五毫之後的交幅太高 港鐵考慮之後就決定不調整這些車程的票價 所以就出現單程車票的票價略低過八達通票價的情況 差距就介乎一毫至四毫不等 港鐵就認為,現時的做法已經照顧各方的考慮 又指在加價之後會推出多項推廣優惠 認為是有效及切實回應市民的訴求 天氣方面,泰利會在甘明兩日橫過台灣海峽並進入東海 西南貴侯峰會在未來兩三日在華南河岸轉催活躍 並為該區帶來驟雨 預測明天星期四、6月21日大致多雲有趙雨和局部地區的雷暴 吹西南風3至4級,氣溫介乎27至31度 相對濕度百分之80至95 各位聽眾新聞報道月筆,再見 牛男青年船